就是67%正在那裡 OK RNG還是選擇要拿的是阿里 那左邊會是栗三左要登場 好的 這場不要栗三左 拿出他的招牌樂不朗 Faker的Faker 詐欺師登場了 最強的樂不朗 印象中NSI也是在最後一把的時候被迫選出來 但也是輸的 輸你說2015年當時打胖嗎 當時打胖 胖是選擇一個摩甘納直接拒絕交流 但對線會稍微不太舒服 是 一幅打坦肯其實都相對弱一點 沒錯 是現場看起來輕 燃起了粉絲們的熱情 怎麼看都 像每把看起來都覺得紫色方的Pick都不是很好 是他們這把RNG 又是有點被迫選擇的感覺嗎 嗯 小便會一直扁他 是 一等直接勾上去打一套 哦 輔助跟AD站的位置 比較不一樣 所以導致 姑媽最後是進化 跟對面的這個技能去做交換 最後血量是輸的 來到另外一邊是ONOR 直接摸了一個牆往上去走 鋼鐵攻勢還交掉了B 踢過去的同時 咒死準備往上去跑 但ONOR也來了 B被卡了一下 抓到你了 我們下路要去走 這裡可能要閃現過牆 拿出閃現 有先給到中度一點效果 另外一邊 威來了 輪到上半部的照顧 撿了個石頭的咒死 打殘後往前跳 重計RNG 就是要你的往前跳 而咒死送到6的瞬間 威已經摸了過來一個排體緩速 咒死被留在原地Q技能 Q到在小兵之中 留住了咒死 咒死知道閃現也不用交了嗎 交了 而且他倒了 再一個 E閃 威 直接拿下手殺 是 乖乖乖乖的 就看到歸看到嘛 有時候 不一定能踹到 好的 喔 這裡又是打一套 收毛直接打殘 被留住的姑媽必須交閃 在點燃在身上的時候 後面 單殺了嗎 大拉跟名沒有選擇繼續往前A 被Carrior給擋住了 那這裡會不會重計呢 如果RNG勾出來 主要是推線點燃過去 舔到 名被破了 B也是交出閃現了 幫推線 就打野的工作 卡蜜也過來一下幫忙 有看到欸 欸 有看到欸 他到底先在上 有瞄到一眼 你先在上欸 哇 其實宙斯這波真的有一點 我不知道怎麼他要這樣玩啦 就 怪怪的 因為他的打野是剛剛旅扣往下 去雙十出發 是他的上半區是 他基本上是沒有視野的 沒錯喔 然後他選擇的是硬上喔 是 真的不太行 哇 最後 成功的一閃 換掉 宙斯桌 厲害 嗨 這個有 這個Ganker 只能說他 來到另外一邊是為了蹲點 非可知道 左邊可能有人先去做插眼 但沒想到直接被拍 欸 打的是一個狀態 讓玉獅子的打法 而是所有人都來抓 先抓宙斯 要抓宙斯 宙斯為了迭路 所以必須在前面推 但準備要被對面給針對 Leonah天雷在空中 應該直接被手板給踹 是踹遠了其實 喔 看起來是 在被踹在牆上 就實際上是踹遠了 是 剛看起來卡了一下 剛還以為是被踹到牆上 結果沒有 是被直接踹走 是 他要穿過牆的那個八八喔 後面繼續貼近 小五直接碰 流到在攤肯齊 吃掉啦 這口嘴巴真大 直接救回了宙斯 但宙斯一滴血也不能穿戰 右邊是兵的機會 直接流到了owner 又被關到了 但不敢進 看起來RNG蓋住之後 也不敢出手 剛在等WCD時間 沒錯 當然你在下半步吃龍的同時 上半步 兵是直接被針對 好強 好強 飛克 三人夾擊之中跑掉了 目前看起來是非常虧的 看一下 這波蓋住 兵還閃現去做輸出 他被牽到了 所以直接閃現過去打傷害 最後是這個閃現的角落躲避 加雙鎖鏈的限制 可以 飛克跑掉了 OK 五個人全在 這波R 閃開 要抓的是納爾 在跳還是跳出來了 被AE出來了 專注度很高 壽司 都到了第四場了 年輕人的體力 還是在的 這波拉神 輪到了中路 這是抓的機會 小五一根往前貼近 阿絕目標看起來 是抓Carrie 但一口吞 後面還有個進場的悟空 直接被神巴給踢走 我們Carrie也是坐了一個車進去 要來留人 他很坦 飛克也到 這波RNG五個人沒辦法做進攻 而且後面的射擊已經開始 RNG的兵跟威 直接被射到了半條血 不能再作戰 呃 前面說的嗎 就是這個 如果是平開的局的話 覺得是機關太大了 沒錯 坐車要頂 看下W是交掉了嗎 威被留住 飛彈連續的射擊 原先也再次的卡住 小五個蹲點 沒有是往下想 目標是下塔 哇 封路Carrie想要留 但頂到後面的威 繼續的填 那隊友不敢上C反而有點殘 隊友不敢跟 這裡的人數偏少 這又是直接被打倒Carrie 過去後直接倒下的Owner 也得趕緊撤退 沒有河蟹加速加分身 成功回到自己的紅BUFF區 要放的話阿里要再帶一波 那如果是選擇要來接團 說保護飛克過來 先做一個騷擾打是輔助 殺手飛克 一個一個野排 一個一個野排 右邊掃到了Leona 也要過來做視野 咒詩被察覺到 這點目標可能要先抓下 剛才公司目標是抓的是咒詩 咒詩被留在了原地 他準備要變大 他也限制 咒詩還在做拉扯 被歡迎給空到 同時變不了 他絕對秒了 但左邊位置也開起來 來自Owner的進場 揮上一個阿閃 踢走悟空但還是被擊倒 後面是Guma有起的收割 兵想嘗試踢進來 但沒有成功 後面位置是吞了一個悟空 最舊位的打野同時 要看一下Guma了 左邊明的開團 扭住但Guma沒有死 隊友盡力保護 Guma開始收割 後面還有Faker 連帶的進攻 安全人員可能全都要倒下 一個閃點 Hera扭住了Gala 讓後面Owner 拿下下盪 拿下ACE 順便的掃人的那邊被開到了 不知道為什麼會被開到 理論上不應該被開到 是這裡看一下 大家一起往下壓 好像就很安全了 他們想吃龍 RNG想斷那個龍 我覺得有點 那看起來就是貪心啦 是 因為想斷龍 我也想去拿這個龍 反而是給到機會被開到 這波是 其實是什麼都沒做的 兩邊都是4打4喔 是 OK 明陽想去給阿黎 吃 吃掉 後面進來 這裡我覺得明的操作 已經很厲害了 對 沒有主要就是因為 第一時間的 呃 Guma是完全沒有被受到威脅的 她從頭到尾都在A 她的致命節奏是先疊的 沒錯 反觀那個Gala是第一時間 她的正面隊友 中上都不在的情況下 她只能被迫一直後退 是 就說 前面有說嘛 本來應該是Guma要去撐 對 但是反而是 反而是V直接擺給 哇 安心親到要殺悟空 但又是一個村 潘肯齊的救援 反而是把悟空吐起來 那個轉 無敵風暴 RG 撐不住了 Guma往右邊走 帶一個毒蛇撐到 又咒死打下人頭 小虎跟Owner的正面對峙 打不贏只能飛先往上走 Double kill給到了Faker 後面的人 來不及回家 V只能用走怪來放置Faker 直接圈頭一共 Hawno 已經推大家PG 控制動不了 小虎倒在了自家的主堡前 T1 往前的挺進 有後面的Guma2型 連續的收割 V也只能看自己的主堡 準備掉落 T1 有的戰局 拉到第五把 好的 主場作戰 第五把 但是 前面我們說的嘛 就算這把T1贏了 他要面臨的是 等一下的RNG的藍色方 並且前面兩次的藍色方都是 直接把T1給血虐過去 而且今天 藍方的勝率是100% 沒錯 沒有人在 紅方贏過 也沒有人在藍方輸過 這對於T1的下一把 會是最艱難的挑戰 真的說 因為沒辦法 我沒把看下來 我覺得子方的BP都不太好 就選出來的東西 都不是特別的優秀 沒錯 那RNG 我覺得他們的落敗 也不用氣餒 他們在下一把 握有了十分巨大的優勢 是 穩住心態 沒錯 那現在就是換T1 要怎麼解題了 其實我覺得第四 第三把的解題是 可以 OK的 就是放關 也要不要太近 那些把 那些架子 就能做到 就能做到 那些架子 也要做到 那些架子 要做到